保护视力的方法 如文医生特邀专家赵霖 西岸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眼科副主任医师 首先呢应该注意用眼卫生 在看书或者学习的时候呢 光线呢不能太强也不能太弱 那么跟课本呢保持的距离应该是30厘米左右 连续呢看书学习或者这种看手机 或者电子产品近距离工作的时候呢 持续的时间呢尽量控制在40分钟之内 然后40分钟之后呢 可以通过远眺和休息来缓解这种视疲劳 看书的姿势呢应该端正 不能走路看书或者躺着看书 也不能在移动的列车里面看书 同时也要保证眼部的营养 注意充足的睡眠 定时的眼睛进行休息